中文字幕志愿者 和山水相连的友好邻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富华出席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 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 习近平指出 中年包拨情谊远远流长 共同战略利益广泛 他强调双方要深化务实合作 推动重点合作项目顺利实施 推进经济走廊 基础设施 经济合作区建设等合作 昂山素季表示 一带一路倡议将为本地区 和世界带来和平 和解 繁荣 免方高度重视 并致力于深化两国关系 中国侨联和中国侨商联合会 是联系广大硅桥 桥卷 和海外侨胞的桥梁和纽带 本着为桥服务的宗旨 积极响应习近平主席 一带一路倡议 致力于做好桥资企业 对面投资服务 中国侨商联合会高度关注 缅甸亚太水沟股经济特区的建设 并将全力支持该项目的建设 由华夏爱国华侨华人总商会主席 中国侨商联合会副会长 缅中友好协会永远荣誉会长 柬埔寨著名企业家 唐伦凯先生为法人代表 董事会主席 香港侨界社团联会 永远名誉会长 中国侨商会副会长 香港华侨华人总商会常务副会长 东南亚著名侨领 钟保佳先生为董事 监事长的亚太国际矿国集团 是一家跨国际多领域 全行业发展的多元化创新科技型企业 中国和缅甸建几年的合作 越来越密切 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来以后 中国对缅甸的投资进入了快切道 监济缅甸的官方统治 中国已成为缅甸第一大投资格 2017年1月 开始投资兴建的缅甸亚太水沟股经济特区 位于克伦邦梅河之盘 与泰国梅索一河之隔 它披临泰国最大的陆路口岸 缅甸第二大通关口岸 妙马底经济特区 是一带一路建设中重要的经济走廊 也是泛亚铁路太免交汇处 泛亚高铁从云南西部直通美甸 在向东经泰国 老挝 越南 马来西亚 到达新加坡 这是中国通往东南亚诸国的一条便捷通道 经济特区 同时拥有中国第一条国际高速公路 昆曼公路的便利交通 该高速公路东起昆明 玉西经老挝到达泰国梅索至于曼谷 全线总长1880公里 被称为亚洲公路网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个路段 四通八达的快捷交通 成为缅甸亚太水沟股经济特区 得天独厚的优势 为特区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缅甸亚太水沟股经济特区 是克伦邦省政府领导下 依法实行特殊优惠政策的经济开发区 该项目得到缅甸政府 克伦邦政府和索其都将军的高度重视 经克伦邦省政府常务委员会 批准的缅甸亚太控股集团 水沟股经济开发特区暂行规定 于2017年9月18日开始施行 特区设立管委会 对开发区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 入住特区的企业 享有所得税、关税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并受缅甸外国投资法的保护 缅甸亚太水沟股经济特区 总规划面积18万亩 第一期占地面积为1300亩 目前已投入约5亿美元 预计总投资额150亿美元 规划有科技产业区、休闲旅游区、民族文化区、金融商贸区、生态农业区、民用机场等 是集科技、娱乐、旅游、文化与农业预议体的综合性国际城市 科技产业区以互联网科技为依托 信息产业为支柱 力求在5至10年内 使之成为缅甸科技产业的聚集地 休闲旅游区将填补克伦邦缺乏世界级综合旅游项目的空白 成为国际旅游胜地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 特区拥有克伦邦水沟谷经济特区博彩独家经营权 生态农业园将打造融自然生态和景观农业余议体的综合性现代农业生态园区 民族文化区将称为融缅甸泰国当地文化民族特色与一体的文化经济产业区 缅甸亚太水沟谷经济特区的具体设置 科技商贸方面有科技城 互联网孵化基地 工业产业园 国际金融商贸中心等 旅游文化方面有国际健康养生基地 特大型三角煤基地 国际影视基地 国际枪械训练中心 民族购物商城 温泉度假酒店 casino娱乐城线上娱乐 国际大学 孔子学院 印象克伦邦 梅河夜游景区 国际热气球节 动物园和特大型狩猎场等 城市配套方面有幼儿园 医院 水处理厂 体育场等 经济特区将修建国际机场 让远道而来的客人 经商旅游更为便捷 同时经济特区将修建 河滨公路 以公益之心 心遍民 利民 惠民的意据 目前缅甸亚台水国国经济特区 正式进入大规模的基础建设的阶段 农园 交通 水电 卫生等基础建设 正在大规模的进行中 基础建设完成以后 特区类的房地产业 商业 服务业 旅游业 娱乐业 休闲度假等地产产业 将会迎来新的一波发展热潮 这将未来东南亚华商带来巨大的投资机遇 缅甸亚太水沟股经济特区 秉承与朋友分享资源 为客户创造价值的理念 网纳宾棚强强联合 缅甸亚太水沟股经济特区 热诚邀约世界各地华人华侨 及国际友好人士 共商道计 共谋发展 共同建设 共享成果